唐伯虎点秋香是1993年上映的香港喜剧电影 由周星驰指导并主演 影片根据明朝文学家吴承恩的小说 《聊宅之意》中的一篇故事改编而成 该片以古代中国为背景 融入浪漫、搞笑和冒险元素 讲述了唐伯虎为躲避官府通缉 不得不扮演富家公子 与富家女秋香之间 发生一系列令人捧腹的误会和冒险吗 《经历》 这部电影以其幽默的情节 和周星驰独特的喜剧表演 而成为华语电影的经典之作 影片的主人公是唐伯虎 他是一位聪明机智、口才了得的青年 由于一场意外事件 他被迫假扮成富家公子 逃离官府的通缉 在这个过程中 他与富家女秋香 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捧腹的误会 这部电影将古代社会的宫廷斗争 富家少爷的生活与爱情元素 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呈现出一场幽默而浪漫的冒险 周星驰在电影中的表演功不可没 他以其夸张的面部表情 滑稽的动作和独特的潮散化脱颖而出 他塑造的唐伯虎酒色 既憨厚又机智 深得观众喜爱 这一角色成为周星驰喜剧影片中的代表之一 也为他赢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奖 电影中的情节紧凑有趣 充满了笑料 唐伯虎在与秋香的交往中 不断陷入尴尬的境地 而这些误会和笑点贯穿整个故事 使观众蓬富不已 影片运用了夸张的场景和搞笑元素 打破了传统古装片的刻板形象 成功地为观众呈现了一场 既搞笑又感人的喜剧盛宴 与周星驰的出色表演相辅相成的 是其他演员的精湛演技 罗文饰演的秋香 深情款款 与周星驰的喜剧风格 形成有趣的对比 其他配角也在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整个故事增色不少 导演周星驰 对喜剧元素的把握功不可没 他不仅以精湛的导演技巧 将幽默元素巧妙地融入故事情节中 还在影片中加入了一些富有创意的特效和场景 使整个作品更加生动有趣 这种对细节的把控和创新 使得唐波胡点秋香 在当时成为一部引人注目的佳作 影片在票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成为香港电影的一张亮丽名片 观众们纷纷为其搞笑幽默的情节所蛰伏 使得这部电影成为周星驰事业中的巅峰之作 其影响力也远远超出了当时 成为中国喜剧电影的经典之一 总体而言 唐波胡点秋香 以其独特的喜剧元素 出色的演员阵容 和导演周星驰的精湛记忆 成为一部经典的华语喜剧电影 这部影片不仅带给观众欢笑 也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被认为是周星驰电影中的巅峰之作 至今仍受到观众的喜爱 作曲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